這星期一委內瑞拉是國定假日 想領錢到ATM 提領出來的已經是新貨幣 委內瑞拉總統馬杜洛 上週五宣布新財經政策 委內瑞拉玻利瓦爾旧貨幣 面額最小1000 最大10萬 新的主權貨幣 面額最小2元 最大500元 經濟學家說 新的政策也會讓經濟雪上加霜 委內瑞拉貨幣玻利瓦爾 究竟有多不值錢 一公斤的米或玉米粉 也要花250萬的玻利瓦爾 買一包的尿布玻利瓦爾800萬 國際貨幣基金預估到年底 通膨率更會飆升到 100%的天文數字 馬杜洛新財政還包括 最低薪資提高超過3000% 也是今年第五度調漲 9月1號生效 物價上漲要進貨付貨款 老闆心慌 擔心沒有多的資金 付薪水 經濟破洞越補越大 馬杜洛執政破洞 架禍美國發動經濟戰 借機推翻他 反對派不贊成財經改革計劃 呼籲周二開始發動一天罷工 戴新聞許淑媚編輯 編輯